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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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Debi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過年時候 請美國代購幫我買的東西 然後有兩家代購 那我會把資訊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他們的代購規則 可以請他們幫忙買 美國的東西 然後我買的東西到這邊 那我就一個一個拿出來介紹 那我第一包收到的是 那時候成雅開的團 對團購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抽運費 主要是買Colarpop 跟Nix的東西 然後我買了四個 然後我先講Nix好了 Nix我買了這兩個 兩個這個系列新出的 然後我買兩個是還蠻像的 是四號跟八號 那他們的差別呢就是一深一淺 但淺的我覺得有一點太淺 我先試四號 我先試四號 八號 它是他們質地非常的creamy 然後但是他們是霧面的 所以會稍微有點乾 所以前面要做好保濕 那我還買了一個腮紅 然後 然後 這個顏色是什麼 TB06 Peach 那我剛剛那兩個顏色 英文我會 我相信資訊我會打下面 那就是很粉紅的顏色 上起來蠻自然的 好 好 再來是 Color Pop 這支我很喜歡 它是 也是霧面的 但是它擦起來 一點感覺都沒有 這兩個Nix 擦起來會有 一點點黏點的 然後會有 一點 Transfer 就是你喝水的時候 會 杯子上會有 一點 口紅 但是這支比較不會 這支擦上去完全沒有感覺 這支叫什麼 這支是Bumbo Bumbo是那個Catherine Light 它推薦的 我買 我買來 但是它其實有點 太紅 所以第一次我上的時候 快下來了 可是這顏色超美 我現在都 就是上一點點 不會整個完全上完 整個完全上完 會非常的紅 好 這三個顏色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比較偏裸 磚紅 咖啡色 是這一個 Beauty Blender 跟Sigma刷具 那我先講就是Beauty Blender Beauty Blender 它一個要價20塊美金 我真的不懂它為什麼那麼貴 但是買來了之後 它真的很好用 但是它 我買的那家代購 它是跟我說 它改包裝的 但是 我不確定我是不是買到假的 覺得有點害怕 它走這樣子 它泡水之後會膨脹 它非常的軟 而且很彈 它可以 就是 它軟到就是你的鼻翼 什麼的眼睛 全部都可以非常貼合的上妝 是覺得蠻好用的 但是要小心會發霉 發霉這顆很貴 但我比較少用 上班的話 比較敢我不會用這顆 因為還要再去沾水 再把它淋掉 然後再來是Sigma的E25 那就是一個blending brush 這是在暈圓窩色的時候很好用 接下來是drugstore.com的東西 因為我之前一直被燒那個Mainfuline Fit Me系列的東西 然後我買的是這一罐 黑色的不是綠色的 我買的是Dewy這一罐 它是Dewy Smooth 它是亮面的 就是不是霧面 另外一個比較綠 有點綠綠的 那個是霧面的 然後我買的是亮面 然後是115號Iverly 對 它打開來是沒有瓶蓋的 就是沒有壓頭的 所以 所以其實有點困擾 要到的時候要非常的小心 對 然後 我今天就是上這個禮裝 我早上 我早上幾點上完囉 6點40 我有拍 我今天早上用這些東西上妝的影片 然後 早上6點40 時尚紋霜 到現在 現在已經幾點 現在已經 快兩點了 它其實持妝效果還不錯 我剛去掃墨 有太陽 然後 但是我有一支流鼻腿 因為風很冷 然後我就有流鼻腿有差 但是它持妝效果還不錯 它其實 沒有什麼cuffer的狀況 然後 也沒有暗沉 覺得還蠻喜歡的 這個配件給大家 好 然後再來是三個 Maybelline的遮瑕膏 然後這個是 Bip Me系列的遮瑕膏 我買的是25號Million 它比較偏橘一點 所以它很適合遮 遮眼下 黑眼圈 黑眼圈 因為黑眼圈其實是偏黑紫的 就是 然後就是 你要找 偏橘 偏紅的遮瑕 去遮會比較遮得掉 這個的話 它不會很乾 它蠻滋潤的 我第一天上 第一天用它 好 好然後 這兩個 其實我收到我覺得 意外的小 它其實不大 但是我買的是 Light跟Fair 然後 它就是 兩個顏色 我要轉 它就是這樣轉 它其實擠出來亮不多 還是我剛開始用的關係 我覺得 Fair比較偏粉一點 然後 Light就比較偏膚色 兩個都很好用 可以拿來打亮 就是我會上在 這塊 然後還有TB 部位 然後呢 我還買了一個 Wed&Wild 手腳 電影盤 那我的手套是什麼 是這個嗎? 738 沒關係我會再打在下面 然後 這一盤很便宜 它 我忘記多少錢 反正就是 一眼板 反正就是很便宜 反正就是很便宜就對了 然後它 我今天也是用這個 這盤眼影盤上的 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有附這個 花絲 但是我 這個太長了吧 那我真的不愛海綿頭 所以我應該不會用它 我應該會丟掉 或放著 那 幹嘛 好 那我邊試這個 給大家看 我先把它 我手上的擦掉 試在這裡打開 我覺得這一盤 因為我其實沒有什麼 綠色眼影 我只有一盤 就是前一陣子 我送我的 我有PO在SB上面 那一盤我也還沒用 因為就直接過敏了 就沒有再滑走 好 我先試這四個 應該等一下 等一下 做兩下 好 看到了 今天它 都很顯色 它顏色很漂亮 再來是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顏色比較爽 另外一邊我還沒有試過色 我今天想像是 我現在眼睛上的是 一二三 這個沒有用 好 換這一盤 好 這邊就是 這個顏色很特別 它這樣看起來是 藍紫灰色 可是 我用出來竟然是 這個顏色 沒有看錯嗎 它有偏光 它好特別喔 這個顏色是帶 黑色的 閃粉 然後有一點點綠 這個綠色真的很漂亮 它其實顯色度很好 我摸兩下喔 是這樣 而且這邊我手上看起來 最後一個顏色 還是 還是上面看起來的灰色有沒有 但是它擦起來是這樣 我再上一次給它 這個顏色喔 這個顏色 行嗎 這個顏色喔 好像扭扭這個 我再上一次喔 有沒有 沒有 超酷的 這一盤試著完呢 我覺得 CP覺得很高 那時候我在美國的時候 其實很常去逛 就吃東西回來 drugstore的東西 完畢 接下來是 Naked Naked 這一盤是Naked Urban Decade Naked Flush 然後色號是Native 因為那時候正在打折 所以代購就直接團購 一盤八百塊 到手 和台灣運費 然後它打開來超美 超美 我今天整個修容 都直接用這一盤完成 然後 它其實 我很愛它的 打亮色 超常 我今天上的時候 有嚇到 好我試射給大家 它其實修容 蠻自然的 有沒有 它打亮真的很亮 然後它的粉紅色其實 就是 很Pink 就是很 巴比的那種感覺 但是不會很重 但是它有一點點會飛粉 所以在刷的時候要小心 幹嘛 你要幹嘛 好的 今天的購物分享 就到這裡了 然後 我買的所有的東西 資訊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請大家去看 那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 請你給我一個like 可能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